Luv It 你有沒有檢查過 你們家裡面擺藥 或者擺一些平常的什麼 保健食品的地方 你有沒有發現 你們家裡面可能會不會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對身體好的東西 好像是對身體好的東西 因為有一個中刊調查 大概有超過全台灣 超過92%的人 都有吃過所謂的保健食品 那麼什麼叫做保健食品 可能它這個範圍 可能還滿大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嗎 最近年輕人 也就是所謂的30歲以下的朋友 大概有43%左右的朋友 都吃保健食品 什麼是保健食品 還是他們的身體有這麼的糟嗎 那我們就要來看看 吃保健食品 不要忘記 吃保健 不見得一定就是有保障 也許你可能會越吃越毒 那趕快來歡迎 今天的四位來賓 今天的來賓有 把保健食品當定心碗的 宣言可分 宣言可方 帶來正確保健觀念的營養師 劉伊玲 以及揭露保健食品 重大飲用的毒物專家 陳秋玲 好 我們講到這個保健食品 比如說像我個人 大概就是很懶惰 所以我想說 就吃一個什麼那種 維他命B群 什麼的那個 什麼都有的那種 那有的時候你知道嗎 就是有人會送或什麼 又喝什麼鹹精什麼的 就覺得自己好像很健康 超級無敵強 所以我們來看看 可分 可方兩位 因為年輕 你們有在吃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有耶 你們是在一番一番 發現還不少耶 怎麼會贏 所以今天帶來的這些 是你們家裡面搜刮出來的 對 而且幾乎都是我們在吃 對啊 這一組是吃漂亮的是不是 對 也沒有啦 這個也是維他命 維他命C 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 還有喝的玻尿酸 你們才幾十人 氣死人喔 就想說保養就不嫌晚 你知道嗎 不嫌早... 然後還有比如說吃怕胖的啦 對 然後吃 比如說 還有一些就是C跟B曲 還有聽說就跟 對女生很有幫助的蔓越美定 你們每天都很忙耶 沒有 就是因為 就是你知道最好 就是時間不是很穩定 所以想說吃這些可以心安的 是 真的 好多的年輕人 就像是他們一樣吃心安的 因為比如說你們吃西 是因為平常吃水果吃的比較少嗎 對 而且因為現在我們兩個 自己在家裡啦 有的時候會比較懶去買一些水果 我想說這些可以補充一下啊 應該有的也一樣 對 而且像有的時候 會有口內顏啊 然後口內顏的時候 我想說好吧 那就含一下西藝錠這樣子 也不知道對不對 就想說趕快補充 不認同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 可是呢 因為呢 我們看到今天他們 就是兩個年輕人 然後可能其中有帶著 有帶著爸爸媽媽的 有啦 有一個是老爹的 老人用的 老人用的 長輩 長輩 好啦 對了 有這麼多的這些食物 在家裡面的時候 那其實呢 整個時候 你可能要小心一下下 那我們要來小心的是什麼呢 那要麻煩就是 專門對這個毒物 我不知道今天找他來幹嘛 就是我們在講保健食品 為什麼要找 獨舞轉角的啊 你知道好恐怖 恐怖耶 我也聳聽的感覺 因為確實啊 就是像比如說 陳老師 你們平常在案例上面 也會見到一些 年輕人開始使用 保健食品的Case 對啊 現在看越來越多人 可能受廣告影響吧 那大家喜歡吃一些保健食品 那尤其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 是很忙碌的 就像他們可能經常要露營 上節目 根本沒有時間 為自己煮一餐飯 那就尤其像 連水果都來得起 還吃 對 很麻煩 那時候他們就想說 那我乾脆吞一些保健食品 那這個好像有纖維素 那個有維生素C啊 B群等等 那可能吞了之後就覺得 太好了 我今天很心安 那我是不就可以去外面 隨便吃 或者大吃大喝那樣子 那種心態 可是這個樣子 反而會不均衡 因為我想營養師都會建議 要均衡的飲食 並不是靠那瓶瓶罐罐的 就好像你看 陳老師 他現在手上抱著一本書 他最近新出的嘛 他就說減法健康數 你減掉越多 越健康 減掉這些品名 會不會越多就越健康 所以要知道 如何能夠吃得健康 或者是平常生活的健康 盡量趕快去書籍 有沒有看一下 我們這個陳秀玲老師 出了這本 最近新出的嘛對不對 減法健康數 好 當然了 並不是說怎麼只有宣言可分 可芳 他們才使用這些 你們周遭的朋友 跟你們年紀差不多大了 也在吃這些 也對 因為像我們拍戲的一些 就是同劇組的演員們 其實大家就拿出來就是B群 然後要上戲的時候 大家一人發一顆這樣子 營養補充 分享這樣子 真的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就是 一天就像比如說有蔓越莓的 然後有維他命B 維他命C 那到底吃什麼才是最對 或者是 還是說真的每一個 都是有可能必須要注意得到呢 伊莉 因為我在前兩年 有開一個保健食品門診 然後我的一個病人很有趣 他來的時候 他帶了一大塑膠袋裡面 全部都是保健食品 拖過來 因為我們買多給你檢查 對 就是你想得到他都有 然後他的特色就是說 他很多都是沒有拆的 後來我發現其實有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你們知道嗎 你在吃這些保健食品的時候 我們很怕就是 重複吃到一樣的東西 比如說你今天 可能早上你吃了一顆綜合維生素 然後劇組來的時候 大家又發了個B群 那綜合維生素裡面就有B群 然後你又吃了B群 然後你可能下午的時候想說 我是不是吃太油了 我是不是又來代謝一下 然後代謝的時候裡面又有B群 然後你可能下午說 眼睛不好 我要吃個那個葉黃素 然後要補一下魚油 藍莓一點什麼 對… 結果後來我們發現 其實它有一些重複性的東西 加起來劑量會很高很高 對 那剛剛我們姐姐 講到一個重點就是 為什麼有口角炎 你也想說奇怪 我每天都吃B群 吃維生素C 為什麼還有口角炎 我們在離床上看 有些人他喜歡吃這種高單位的 B群或維生素C片 然後吃一次吃 可能吃到某一天 他可能沒有禍了 沒有囤貨嘛 結果沒有禍了 然後可能就停了這個禮拜 就停了這個禮拜之後 它就會產生一個叫做 所謂的維生素C缺乏的症狀 就產生很快就產生口角炎 對 就是因為身體覺得說 我平常就是這麼多的維生素 然後有一天停藥了 停藥 停藥 沒吃了之後 他就突然覺得 我沒有維生素C不夠了 對 它就是一個反應性的 一個回饋機制給你 就是說你平常可能 像我們維生素C 一天只要100而已 100毫克 大概兩顆巴拉就打平了 真的 但是你又吃1000的那種 那你身體就會告訴你說 我就是需要這麼多 所以你一停掉 你就開始出現維生素C 維生素B群的缺乏 就口角炎 疲勞 就開始跑出來 對 那原本你可能身體 真的不需要這麼多的 所以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有些真的是重複到 那這些水溶性的 短時間重複到 頂多就是尿出來 就是浪費錢 就是我們會說 妳就浪費錢 那有的人很喜歡給我 早上喝完咖啡 馬上吃一顆B群 那妳尿很厲害 非常厲害 對 像ADK的東西 那它可能會出現在 你的綜合維生素裡面 那像維生素D 會出現在你的鈣片裡面 那魚油裡面 有可能也會參加一些 比如說維生素A 維生素E 這些抗氧化的東西 對 所以那其實 你一天吃下來 你可能吃了四種 可是其實你重複到了 都重複到了 那紫容性的 它是經過肝臟和肾臟的代謝 它很慢 比較慢 然後你就一直慢 然後你又吃大量的 其實很容易累積在肝臟身上 所以這樣會造成它的負擔 對 會造成你的負擔 會怎樣 會生病嗎 會怎樣 對啊 會這樣負擔 其實它變重了嗎 然後要死腎還是 真的嗎 真的嗎 你們算不時不適合聽到一些 比如說以前那種 比較偏直銷那種 他們就是一天到晚吃很多的 對 賣藥那種的 那它其實說賣藥 其實就是賣保健食品 因為他們不能賣藥 那後來真的是起到就是 然後去洗腎這些 都有耶 所以其實不要小看這個 因為我覺得最根本問題 是在於說 你今天吃了它 所以你沒吃水果 對 你今天吃了它 所以你忘記吃蔬菜 你會覺得我就補回來 可是你知道蔬菜水果裡面 它是上千種 上萬種的營養成分 是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還沒有分析出來的 可是你的保健食品裡面 是你已知的 我們已知把它分析出來的 對 所以有可能是 這上千種 上萬種的營養素 其實是你需要的 那你應該是從新鮮的食材裡面 去做優先的選擇 那當然特殊狀況的話 再補的話 其實我們會給它建議這樣 請問伊犬 你現在會很生氣嗎 就是 因為常常看到這種人 對 因為我那時候門診 我要丟掉它的保健食品的時候 它不願意的時候 我就有點火焦 然後也不願意 不要不要丟 因為它那個已經是過期了 可是它一直覺得很貴 然後它也碰到這種狀態 很有趣就是 它買來是韓文的 然後我就問它說 這什麼 他說他看不懂 我說看不懂你敢吃 他說 那個導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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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他們去旅遊 然後就會帶去那種店 然後就買 對 我就說誰告訴你 他說導遊說 我說好 所以導遊 我朋友說都比醫生或人家 是說來的重要 真的 另外我補充一下 請 因為事實上在那個保健食品裡面 我們想一下 我們小時候吃藥的時候 如果那個藥有點苦 我們是不是都會加一點咳嗽 就是咳嗽奶會加一點 什麼櫻桃口味的 草莓口味 那很香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你 還要加什麼配合它的顏色 所以你要加色素 所以你們那邊 說實在看起來很漂亮的顏色 聞起來很香 並不是原來的 它都是要加的 加那些食品添加物 那我明天到晚講說 我們要少吃食品添加物 因為食品添加物 對生理一點好處都沒有 甚至有壞處 包括你說油性的東西 會加抗氧化劑 那你如果加BHA BHT 那個是在動物實驗 會導致癌症的 那所以說這種東西 你真的要少吃 因為你會 你的營養素 可能有的標示不符 譬如說它分量 根本沒有到那個 什麼10% 它根本沒有5%而已 那再加上可能就是 那些抗氧化劑 可能過多了 那對你的生理 反而是一種負擔 所以你營養沒有補到 你反而吃到一堆 不好的食品添加物去吃 然後有些累積在內臟之中 對 那你有些人家 以肝臟的負擔等等之類的 對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一般老百姓 腦筋不太好 請問一下 什麼東西 由你們剛剛說的脂溶性 比如說A B C E嗎 通常我們分為B群 B群就是B1 B2這些B群 然後一種就是脂溶性A D E K的 然後呢 其實這些東西普遍 都是存在於你在吃的 每個新鮮的食材裡面都有 可是今天如果你真的是 像你們的工作是比較容易 比如說熬夜啦 拍戲啦 或是壓力比較大的啦 你可以先從蔬菜開始著手 因為確實 我們在教我們的病人的時候 我們告訴他什麼什麼 他很難搭 我就告訴他一個原則 蔬菜是先從蔬菜開始做起 你每天就是吃 第一個一種是一種綠色的蔬菜 第二個就是一個 我會建議吃菇類 因為比較疲勞的人 我們可以建議吃菇類 有多長期的部分 什麼菇都可以嗎 對 什麼菇都可以 第三個呢 我就會讓他自由選 就是自由 但他自己喜歡吃的蔬菜 你這麼好心喔 對 我怕不回整你知道嗎 對 我怕下次不來了 對 那其實他就覺得說 好 我就會記得說 我今天中午有沒有吃到綠色的 晚上有沒有吃到白色 然後他可能隨便又搭了一個 他喜歡的蔬菜 基本上他就維持了三種顏色 其實三種顏色裡面 你剛剛講的那個 所謂的B群 子龍性 其實都有了 然後水果的話 我就會建議他先 我簡單的啦 我都會建議他先帶一條香蕉 然後或是帶一顆芭蠟 或是像現在冬天 不是都有那個橘子嗎 像日本啊 很多日本女生 不是都會帶香蕉在包包嗎 其實他水龍性 三個纖維也很高 而且香蕉它假高 可以幫助你們排水 讓你美美的上鏡頭 可是我有問題 可是我有聽說香蕉不能空腹 魚竟然也會得肝癌 小心魚肝有的致病風險 花生容易有黃蛆毒素 然後會導致肝癌嗎 其實呢 那個黃蛆毒素對魚本身 也會導致它的肝癌 魚肝癌 會 會 然後會導致肝癌 魚也會 會 多鹿原本也會 然後酒精也會 我們不是說喝酒傷肝 魚也會 所以肝其實說它是最營養的地方 但是野生是最毒 因為我們的環境不夠好 它又毒又營養 所以不想 乾脆不要吃它 對啦 可是我有問題 可是我有聽說香蕉不能空腹吃 空腹是說它如果太生的話 它會導致你胃不舒服 所以它熟了以後就沒關係 熟了就沒有關係 如果胃不好 可能可以吃熟一點的 對 可是其實我覺得 那個是一個習慣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養成這個習慣 隨身攜帶一些水果的話 其實你還是可以吃得到 你該有的維生素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總是 就是覺得有一個什麼東西 就會比較安心嘛 當然 沒錯 然後特別你知道嗎 就是比如說年輕女生 聽到比如說 你要出國還是幹嘛的 要去日本 要去韓國 或者去哪裡 就會想說 那你幫我帶這個 帶那個 帶那個 什麼的 那比如說像是可分可放 還是有常常 台灣 日本 兩邊跑 對不對 那你們也會有 接獲過這樣的請託嗎 當然也一定有啊 是啊 對啊 因為像有的時候 日本現在還蠻流行 在飯前的時候會吃那種 類似幫助消化的 或是就是阻斷你就是 吸收太油脂的那種藥這樣子 然後在日本還蠻有名的 所以就會有朋友 拜託我們帶回來 像中間這個也是 對啊 我們一開始會知道 這也是朋友講的 講的我們只有 自己留一包這樣 對啊 這麼好 那我們也試試 對啊 他說我們一次吃四顆 然後你就可以 以後就可以吃大餐這樣 不會怕 對 所以我們想說 那我們也來試試看 特別台灣又有好多的那個 什麼吃到飽的店 對 他說最適合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要進去吃到飽之前 先來四顆 先吞這個 就開心了 對 而且我們常常就會說 那先吞四個以後 那我們再加一道 再加點一道東西好了 就這樣 剛剛有吃了 他也不知道OK 因為開始覺得 就是你旁邊的營養師 還有毒物專家 他們的笑得好僵喔 對啊 趕快吃褲草 我們一下一下 好 因為事實上 我常常會收到那個 FDA的資料跟日本的資料 他們就說其實保健食品 常常發生一些問題 如果說是在製造過程當中 一個是不衛生不乾淨 那另外還有就是什麼 有時候那個機器會掉下來 像鐵布隆片也發生過 還有金屬碎片也發生過 就是後來他們趕快就緊急回收 下家這樣 那另外還有一些 就包括重金屬的污染 譬如說在美國的話 10%的所謂的鈣片的 裡面10% 裡面其實千的含量是超標的 就是說你吃的鈣片 不是全部都是鈣片 基本上 因為我們環境已經被污染了 所以它裡面會有一些重金屬 那都有規定 那可是那個千超標的 就佔了10%以上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那個 像我們說的PCV有沒有 那種 還有戴歐星那種的 我們現在在講的時候 環境污染還是在講保健食品 因為環境污染物會跑到 保健食品中 就像魚乾油 魚油 海豹油這些東西 因為從他們身上提煉出來的 那這隻其實已經從食物鏈那個 污染物已經累積累積到頂面了 所以你又把它濃縮下來 對 而且我們在買的時候 還會想說要看大廠牌 譬如說像什麼比較有名的 對 比較安心 這樣是有比較安心 那我們這次 妳這句話講得亨槍有力 我們這次的黑心 有是不是大廠牌 對 OK 可是我有一個疑問 那個程老師妳在美國住了多久 五年 住了五年 因為我們從電影還什麼的 就覺得說 他們就常常在靠這些 比如說營養補助劑 是真的這樣嗎 他們比較不會吞這樣 比較會像那種herbal 就是藥草之類的 藥草本型 對 藥草有些像ginger 薑還有大蒜粉 然後還有人參粉 什麼之類的那種 然後還有維他命也是吞很多 我看過一個老人家 他早上起來就是這樣一把 一把 可是都沒有想到 這個這一顆跟這一顆之間 到底有沒有互相強蹦 衝突 要這樣子的補助食品 會來強蹦 會啊 因為你的藥 要像兒茶素 然後假設跟你吃的藥 是osperine的話 那它本身之間都會造成什麼 出血 因為它比較抗抿血 可是可能兩個加成 就會出血這樣子 所以很多東西 尤其是你還在吃一些藥物的時候 老人家通常多多少 會有什麼三高什麼之類的 那更要避免去再吃一些保健食品 或者說你要問醫生 問營養師 要分開來吃呢 還是只能吃多少 真的你像吃了一大堆 不但沒有效法會中毒 像維他命A來講的話 它吃多了會嘔吐 甚至上膩 掉髮才會最多 對 果粮會掉髮 維他命A 單一劑量 因為會有一個特色 就是早期在美國 他們很喜歡賣保健食品 是單一的 比如說維生素A單一很高 然後維生素E單一很高 那早期我們民眾買的都是那一種 那這個的話 確實會造成一些毒性的 其實跟維生素A吃很高 就是掉髮 那太多抗氧化 會變成醋氧化 反而是反效果 對 可是現在 現在他們有稍微下修 就是變成副方的 對 副方的話 就是劑量就會比較低一點 這個東西是什麼 維生素A 它會在食物的什麼裡面出現 紅蘿蔔嗎 只要是紅色黃色的都會有 紅蘿蔔 或是我們台灣 像地瓜葉 或是你吃到南瓜 或是地瓜都有 維生素A可以 要用一點油草 大家都知道這個姿勢 對 那其實也 我個人覺得 就是說維生素A 維生素B群 這個其實 你知道為什麼要叫B群 B群就是要 大家都是好朋友 就是要一起 才會讓它變成 團結力量大 對 如果你只是吃單一的B1 像很多日本的保健食品 它有一些是 只有B1 B2的這一種 那它其實吃下去的效果 坦白講 如果真的要講 有精神 它其實沒有這麼好 因為其實B群就是要 所謂綜合的 它才會有一個這樣子的功能 那食物裡面就是 綜合的B群 對 因為台灣確實也很流行 之前有那個觀光客 就是在日本看到 就是旅遊團的帶去 然後藥房 他們不管怎樣 就是要買一個東西 叫做魚油的東西 還是什麼深海魚油 我忘記了 還是這一種油 這一種的油 它是在製什麼 先講那個魚油 魚油其實我們在講 就是Omega-3的脂肪酸 那它裡面就是DHA跟EPA 大家就比較常聽到 那DHA跟腦部的發育 是有關的 那EPA就是在預防一些 比如說 簡單講就是酸塞 就是酸塞 對 所以有一陣子 確實魚油的東西很熱門 只要是老人家 有三高的 血管什麼塞住的 就會去買魚油 然後如果是小朋友 就是腦力不好的 脂肪背不起來的 對 腳本背不起來的 然後這些人都背不起來的 沒有人家人背不起來的 對 就會去買這種魚油 這種東西 那聽起來還不錯 對 聽起來還不錯 對 所以我們剛剛 我們老師講說 魚油其實它確實是在 食物鏈裡面 因為它會做成魚油 大部分都是深海魚 深海魚 那深海魚大魚吃小魚 小魚 好多好多小魚就會累積很多重金 所以之前我們衛生署抽驗 發現真的很多的魚油 它有重金屬的累積 那重金屬的累積 你吃到肚子反而不是補 而是傷到 比如說你傷會傷腦 對 然後會傷到血管 對 反而是反效果 那當然我們也不是說 所有的魚油都有這樣的問題 只是說 魚油的風險是在於這個 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是屬於有一種病人 我們長期都跟這個病人講說 有的是家族性膽固醇過高的 它本來就是遺傳的 然後本身膽固醇過高的 但這種對魚油來講 吃魚油就比較沒有太大的幫助 因為魚油其實是 對酸酸肝油脂的下降 是比較有幫助的 那對膽固醇的效果沒有這麼的好 所以有時候大家都亂補 反正只要我血脂高 我就去買魚油這些這樣子 那實際上 如果你只要一個禮拜吃 像美國建議 他們的FDA建議說 如果一個禮拜吃三次的深海魚 其實你就有達到你魚油的補充量 對 所以比如說你們 那所問那個量是要多少 就是說深海魚就是一次你可以吃 大概就是比如說一個手長大 這樣子 然後比如說像日本 不是很多小青魚嗎 青魚啊 或是那種秋刀魚啊 對啊 那個都是小型的深海魚 所以你們可以 比如說你們去餐廳吃飯 你就可以點這些魚 那相對它裡面的魚油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們在買的那種 所謂Omega-3的脂肪酸 那甚至於吃素的 你不能吃魚 你就是吃一些像亞麻子 亞麻子 像國外很多那種健康的一些 比如說它會把亞麻子 比如說抹一抹 做成那種塗在麵包上面 或是灑在那個生菜沙拉 或是把它打成那個汁 這個都可以做一個使用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可以先從新鮮的食材裡面 先攝取到 那麼如果說大魚吃小魚 所以它吃進了很多的重金屬 那麼因此魚乾油 是不是就不可以吃了 因為它的那些重金屬 是不是會累積在它的乾裡面 這是會是同樣的道理嗎 陳老師 對 是同樣的道理 我知道花生容易有黃蛆毒素 然後會導致肝癌嗎 其實那個黃蛆毒素 對魚本身也會導致它的肝癌 所以魚也會 會 然後會長出種的 魚也會 會 那個有趣就是這樣 那後來我們的學校 有好多老師就專門在研究 那環境的污染物 怎麼讓它得肝癌 肝腫瘤這樣 發現什麼多乳連本也會 然後酒精也會 我們不是說喝酒傷肝 魚也會 所以而且肝臟經常是什麼 就是我們吃下去很多 不管是營養的 或者不營養的 或者有害的 通常都會先到肝臟 最後到肝臟去加工一下 那所以如果說你這個魚 本身的毒物吃下去之後 通常也先到肝去 然後稍微再稍微改造以後 把它變成比較容易水的時候 才會到腎臟去 所以肝其實說它是最營養的地方 但是也通常是最多 因為我們的環境不夠好 如果以前的環境很乾淨 我們肝就說很營養 可是現在它又毒又營養 所以我想乾脆不要吃它好了 對 所以家裡的那一罐魚肝油 可以先放棄一下子是不是 對 事實上曾經測過 就是市面上的魚肝油 那大家都迷信 都覺得國外的最好 所以常常都要託國外買 不然就是日本的什麼最好 有一次那個大學檢測 所以我發現說台灣的 日本的 跟加拿大跟美國的 結果我發現什麼 都原本最多的是加拿大的 然後台灣的反而好 因為你知道加拿大 其實他們殺了很多的 像海豹什麼之類的 那種海豹油什麼之類的 你知道嗎 就那個時候沒有好好的處理 然後經過又濃縮了 反而是在那個地方存得最多 那如果我喝那種 現在市面上很多什麼 保肝護肝的那種 有救的回來嗎 救出兩個人 可以 救不回來嗎 沒有 其實肝臟的 它的代謝很多東西 我跟你講營養師也知道 好多東西都在那裡代謝 所以呢 以現在我們現在保健食品 其實有分 就是說你是健康 有個小綠人的那個叫做健康 健康標章 那個小綠人健康食品的標章 是不能亂貼的 那 那當然 那滿貴的 有些阿嬤她是關節不好的 可是她還是拚命吃鈣片的 然後明明有的是骨鬆的 她一直吃葡萄糖胺的 就是她會顛倒 就是簡單 她現在搞不清楚 妳說得很專業 妳說得不懂 妳自己脖子一點 對... 葡萄糖胺不是人家都說 什麼跟葡萄糖胺 是跟推化性關節炎 這個是比較相關的 那如果是骨鬆的 那是骨的是鈣片 不是葡萄糖胺 會知道這種變成 我都會很晚下班 寫字很久 對 寫字很久 以現在我們現在保健食品 其實有分 就是說你是健康 有個小綠人的那個叫做健康 健康標章 那個小綠人健康視頻的標章 是不能亂貼的 那沒有貼那個... 要付錢才能... 那當然... 那滿貴的 那要證明有效 而且要審查 那其他沒有那個 都是自己說說的算的 那那個有那個標章的 譬如說它是保肝的話 它必須做一些實驗 那這個實驗就是說 讓老鼠 它接觸這個視率化碳 這個視率化碳被乾脹 因為乾脹有好多好多的酵素 它把它活化 不是把它解毒 反而變成活化之後呢 對這個乾細胞是有毒性的 那就用這樣的毒性當作基礎 所以譬如說 你說護乾好 那我就吃這個看 就是讓老鼠吃個 確實能夠阻止它 就是有視率化碳毒性嗎 如果能夠阻止才可能這樣 可是因為一般人 我們不會接觸 這個視率化碳這種毒性 而且是一個動物的實驗 所以一般人其實有時候會酗酒 酗酒也是傷肝 不是說酗酒傷肝 喝那個就為了能夠保乾 完全機制不一樣 所以我們喝了護乾 保乾 這一類的東西 它不見得有保護到乾 沒有 你可能還增加乾的負擔 伊莉你們的例子裡面 也常常 有遇到我們這種病人 對 就想說她寫護乾 然後我就喝護乾 對 遇到這種病人 我都要很晚下班 解釋很久 解釋很久 對 可是觀念通了 其實就通了 因為有的像有些阿嬤 她是關節不好的 可是她還是拚命吃鈣片的 不是嗎 因為聽起來就是 鈣片不是有加強骨頭的嗎 對 然後明明有的是骨鬆的 她一直吃葡萄糖胺的 就是她會顛倒 等一下 她現在老闆眼笑得很專業 你們完全不懂 這裡不懂 這裡是一脖子 葡萄糖胺 不是人家都說什麼 葡萄糖胺 是跟推化性關節炎 這個是比較相關的 那如果是骨鬆的 就是說醫生告訴你說 你可能你的數據 可能未來得到骨鬆的風險很大 或是你已經骨質開始在流失的 這種醫生建議 你要補鈣片的這一種的話 那是骨的 是鈣片 不是葡萄糖胺 好深喔 對 那還有一種就是說 我要特別強調 如果說你已經被醫生判斷 你是骨鬆了 你已經是骨質疏中了 尤其40歲以後開始流失了 35歲開始就會往下掉 可是往下掉的話 如果你平常就是 你有補充鈣質的食物的話 它是比較緩慢 它曲線不會這樣一下掉下 它是慢慢的 其實年齡越大 其實就會一直還是會往下掉 只是讓它這樣維持比較緩慢 可是如果醫生已經告訴你說 檢測結果 你已經確診你是骨鬆了 因為他會檢查 確診是骨鬆 其實醫生是會開藥用的鈣片 給你吃的 那時候你就不要再額外補一些 有的沒的 對 那如果你是在前面 比如說你測出來是說 你可能數據不太好 還沒到骨鬆 那你吃自己吃鈣片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個 就是說現在鈣片很多 因為鈣片的劑量 有什麼1000 2000的 叫你一天吃4顆 5顆 6顆的那種 那你不要 就是真的要吃的話 你不要就是一餐 全部都把它吃進去 鈣片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它一餐裡面 我們的鈣只能吸收大概300 就是300的劑量而已 就飽和了是不是 對 就飽和了 對 300毫克劑量而已 所以如果你吃了 比如說像你吃1000的 我們大概都要打三折 所以你吃1000不是1000 巧克力都進來 不是喔 吸收率有差 不是喔 吸收率 所以要打三折 所以你吃1000的 可能是300進來而已 那你可能一次吃3顆 你以為你就補到900 反正就OK了這樣 不是 不是 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身體一餐 大概就只能吸收300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真的要補鈣片的話 最好是要分段補 這樣會比較OK啦 但是平常你就要做一些 確實有一些運動 它是可以讓你的鈣質 比較少流失的 因為不是說光補充了鈣片 還是怎樣 躺在那邊補動 因為就好像之前人家會說 比如說你想要 讓你吃下來的 比如說鈣什麼有用 你要去多曬曬太陽 曬太陽 進行光合作用 對 然後做一些負重運動 比如說現在很流行的 麻松跑步 劍走這些 都是還不錯的運動 因為真的耶 特別是女生這一點很麻煩 像我姐姐她在40歲的時候 她是完全不喝牛奶 不吃起司 不吃什麼這一類 然後她喝咖啡都喝K咖啡 然後後來當她有一次 去做健康檢查的時候 醫生說 那個曹小姐 妳的骨頭裡面都空了 好恐怖喔 她說妳千萬不要摔跤 妳摔跤的話就完蛋 對 然後所以她就在 就是按照醫生指示服用的 所謂醫療級的改片 對 是藥物的這樣子 而且風險就是說 像我們比較瘦的女生 骨架比較小的 那個都是高風險群 然後如果妳有抽菸 喝酒的這些習慣的 然後又沒有吃到 補充到鈣質的 那這些都是未來高風險群 那麼我們可以這麼說嗎 那當我們看到我們家裡面的 這些櫃子裡面 這個東西有貼著小綠人 那她完全就OK嗎 就相信她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 很吊詭的事情 因為要申請一個小綠人 是針對某一個成分 那所以呢 現在我去釣局看 其實反而看不到那個 小綠人的標章的產品 反而都是在大賣場 超市看不到 為什麼譬如說一個燕麥粉 一罐就小綠人 那如果它有兩個成分 都是符合這個可以 對健康是有幫助 就兩個兩個這樣子 會增加的 對 可是就是 因為它是針對單一成分 那我們其實也擔心說 它只是這兩個成分 可是其他的成分 不OK呢 也不知道 對 所以我是說 與其為了那個單一成分 去吃它 比如說燕麥 那我為什麼不自己煮燕麥 還全成分 對 就是這樣 就是不要只為了那樣 一個單一成分 而去購買它 所以廠商是可以這樣子去申請 比如說喝我的這個裡面 我只是想要申請玻尿酸成分 還是比如說申請 比如說什麼維他命A成分 是不是 比如說它裡面 比如說它是 比如說玻尿酸成分的 或是說什麼 菌食體成分這樣子 那其實食品跟健康食品 差別在於 保健食品就是跟食品是一樣 就是歸類在那裡 不能強調任何的事情 但是健康食品是可以強調功效 功效就是它如果一張 就是強調一個功效 比如說我今天要提升免疫力的 就是只要做一次實驗 做一次那個付一次錢的 做一次實驗就一個功效 那我這個菌食體裡面 可能我又有提升肝功 又會護肝的 我又必須要做一個護肝的 那它才會有 它可以強調功效 可是我跟大家講 你今天吃的健康食品 跟保健食品 都不能強調療效 療效就是說 今天你家裡有人生病了 你說醫療食物 已經癌症了 你就不能說我的保健食品 可以治療癌症 或是治療什麼 這個是違法的 所以頂多到健康食品 小綠人頂多就是功效 那提到我們喝玻尿酸 我們喝膠原蛋白是有用的嗎 是一個 還是只是心安 所以真的是心安囉 營養師 普口婆心 保健食品這樣吃才安全 因為有些人 他會有一些 真的沒有辦法飲食均衡 比如說他出差的 或是他長期真的疲勞 熬夜的 那當然他 我們也是告訴他不要熬夜 可是他沒辦法嘛 所以他就說他一定要吃嘛 然後我就說好 那綜合維生素 可能是他的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建議 那通常就是 因為綜合就是你叫飯後吃 就是早餐飯後吃一顆 那低劑量負方 你就不要買那種單一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那其實當我們喝脫藥酸 我們喝膠原蛋白是有用的嗎 是一個 還是只是心安 所以真的是心安囉 我覺得啦 膠原蛋白就是蛋白質的一種啦 你如果把它吃進去 你要透過你的胃 胃有那個酵素把它消化掉 然後小腸又再消化一次 膠原蛋白已經分成這樣細細的 所以你要讓你的身體的其他酵素 再把它合成原來的膠原蛋白 已經很難了 所以而且還不見得會送到 你要的地方 所以頂多你擦的時候 它有保濕的效果 就是這樣子而已 你吃下去只是增加你的蛋白質 到後來變成胺基酸小分子 所以我們都在喝心酸的意思嗎 真的 你補充你的蛋白質而已 心酸還有心痛 因為錢也花下去 所以蜜藥酸也是 同樣道理吃進去一樣東西 都要經過切切切切 然後重新組合這樣 可是組合成什麼東西 我們不知道 因為太多東西在裡面 而且我們有好多種 好多種的酵素 那到底往哪兒跑 沒有人知道 是 而且我突然想到 因為前一陣子不是那個 食安問題還滿嚴重的嘛 對不對 所以常常就是大家現在很在意 所謂的天然或者是非天然的 這個東西 那所以我們看到像這樣的東西 它們一定就是屬於非天然的東西吧 可是我想說你看像 蔓越莓病好了 我們那個都是想說 它是萃取物嘛 它又沒有糖分 那就是直接從蔓越莓天然的 對啊 假設它是從蔓越莓 可是從蔓越變成那一顆一顆 你想這個過程怎麼辦 要不要加化學 要啊 可能要加酸 可能要加鹼 甚至要什麼 要漂白 然後要加抗氧化劑什麼之類的 那你對於這個過程把它當天然嗎 你也是要化學 所以其實不是真的什麼所謂的 天然跟化學合成的東西 主要是譬如說我們這樣怎麼講 二氧化碳它是天然還有化學 它是化學 因為它叫做CO2 可是這個空氣都是我們呼出來的 二氧化碳 也是我們天然產生的啊 所以只要任何一個物質被我們認定 你知道它的化學結構是 它就有一個身分證號碼 叫Case Number 就是身分證號碼 就是一個號碼 就代表這個物質 所以不管它是天然的 或者是什麼 只要它的構造 化學構造就是認定被知道 它就有一個號碼這樣子 所以不是說天然的話 那我再舉個例子 你說那個Cranberry 是不是 蔓越莓 對 我們很討厭防腐劑對不對 加工選擇都有防腐劑嘛 有一個叫 它本甲酸的防腐劑 那有時候我們每次抽驗的時候 極餓西酸過量 本甲酸過量 就是什麼 那事實上它天然存在 它存在哪裡 就在蔓越莓裡面 那是天然的 那它是天然的話 那是天然的防腐劑 不是 它本來就存在 然後他們曾經去篩選過 我發現說在Cranberry裡面 裡面的本甲酸是天然存在 是比別的食物高一點這樣子 所以大家也不用怕 就是它本來就天然存在 很多食物本來就天然存在 就是那個量 你剛剛好就很營養 然後超過就過量 好難捏喔 真的 就要替營養師的 真的很難 因為就好像家裡面 有這麼多瓶瓶罐罐的狀況之下 這樣子好了 因為你也不可能有 真的還要跟營養師約時間 把你家裡面所有的 都拉過去給他看對不對 有沒有一個折衷的辦法 就是 其實大概像這個年紀的人 每天就吃一個什麼就好了 有這樣的算法嗎 真的要吃的話 我們會建議一天就是 盡量不要超過兩種 一種就是說 一般像我們 如果真的比較安全一點的 所謂的中和維生素 那你就是買負方低劑量的 因為有些人他會有一些 真的沒有辦法飲食均衡 比如說他要出差的 或是他長期真的疲勞熬夜的 那當然他 我們也是告訴他不要熬夜 可是他沒辦法 就是因為現在就是他要熬夜好 然後我們就跟他說 對 他開始就在鬧脾氣 對 說不停 對 然後 所以他就說他一定要吃 然後我就說好 那中和維生素可能是他的一個 比較安全的一個建議 那通常就是 因為中和就是你只要飯後吃 就是早餐飯後吃一顆 那低劑量負方 就不要買那種單一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然後一個就是說 比較偏精神性 比如說你真的有骨鬆的 醫生建議你補鈣片 可是又不是到那種藥物 其實可能是一般的鈣片 那你可以做一般的鈣片的選擇這樣 頂多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建議 那所以這個是一般人正常的 所謂的真正常常生活的人 大概補充中和維他命 如果真的要補的話 對 就是只有中和維生素 但是你不要中和維生素又B群 那其實剛剛講的就是重複到了 對 重複到了 所以 可是像因為我們女生 可能會比較注意像女性問題 這樣子 然後人家就說 吃蔓越莓很好 然後可是又有 就平常我們又有吃C 維他命C的習慣 那其實是兩個就是重複了 其實很多蔓越莓蒂裡面 都有添加維生素C 只是你仔細去看它 所以我們就不要吃維他命C 吃蔓越莓就好了 是不是搞什麼 如果你真的要吃一個的話 但是蔓越莓蒂 確實在醫學上面來講 它確實有一些 預防泌尿道的 可是我會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因為本來如果你只是 真的是泌尿道發炎 那你應該要去就診 去看醫生的 可是因為你可能用了這些 保健食品 暫時把它壓抑制了 可是 對 可是實際上你可能是 治標沒治本 可能是你會為你的疾病 是沒有被檢查出來的 你自己沒有去做 你到底有預防的效果嗎 它其實有預防一些 泌尿道發炎 可是在實驗上面 他們都是用一些 所謂的動物實驗 那可能還是要到人體實驗 我們才能夠做確認 對 但是我們很怕我們的病人 就是自己有問題不知道 他就覺得 你只要用那個做補充 可是就好像 依林會說 因為有一些 比如說真正需要 他可能是因為生病的狀況 或什麼的特別的需要的話 像這一類的朋友 好像是特別 懷孕期間的婦女朋友的話 他是有特別需要補充的 他有時候醫生會在 他懷孕出 就是說過了第一期之後 會給他補充 所謂的綜合保健食品 因為他的生命 這個是特殊生命週期 那他可能需要 比如說鐵或鈣 或是說他的B群會比較多 可是他的維生素A 他可能會做一個限制 還是怎麼樣 所以他會有孕婦出的那種保健食品 但是我們通常前提之下 我們還是會 第一個 通常我們會先評估 他每天吃的東西均不均衡 如果他均衡的話 其實也不需要再花錢 那有些人可能是他不均衡的情況 像醫生會告訴他說 你可以去做一個補充 另外還有一些 這個我是覺得一定要知道 不管你在吃什麼 所謂的保健食品 一定要知道的是 因為有一些 我周遭朋友有一些 有痛風的朋友 對 痛風的朋友 聽說有一個是 完全不可以去吃 碰觸的保健食品 有一些藥是不能跟那個 葡萄柚 對 葡萄柚子 是不能搭配藥的 對 你們應該有看到藥袋上有寫吧 對 還是你們都沒有看到 等一下 你覺得你在嘲笑我們 不是啦 那個藥袋上面 都會寫一個旗女啊 他說 你吃藥不能搭什麼 不是啦 他就在寫要吃藥的 你覺得他正在寫一個 開玩笑衝不忘了嗎 沒看進去 我周遭朋友有一些 有痛風的朋友 對 痛風的朋友 聽說有一個是 完全不可以去吃 碰觸的保健食品 是險經嗎 因為險經其實它就是 拉拉去做一個濃縮 它就是有很多氨基酸 那氨基酸它可能在 代謝的過程裡面 如果你是屬於 本身是屬於 痛風發作的高風險群 比如說你已經有發作過痛風 或是你正在急性發作的時候 其實這個險經的話 可能要暫時先停掉 先不要吃 然後以前早期險經是 吶含量也很高 可是他們現在有做一個改善 可能變成吶含量會有降低了 但是我個人覺得說 因為險經 它是屬於真的是比較濃縮的 那它真的是急性痛風的時候 還是避開 那再想請問 因為我們今天有講到 這個平常吃食物的時候 就好像怎麼吃橘子的時候 不要吃什麼螃蟹還是什麼的 吃藥或者是保健食品類 它也是會強碰 就好像比如說 今天有聽到 如果吃了阿斯P0的話 然後你又再混搭了 什麼樣的藥物 就會有它的那個危險性 麻煩蔡老師 有一些藥是不能跟那個葡萄柚 對 葡萄柚 葡萄柚 其實心血管一定的嗎 對 都是人必要 還是幾乎所有的都不能夠用 其實藥物最好都不要 葡萄柚 補子 就是葡萄柚汁 對 葡萄柚汁 是不能搭配藥的 一百萬秒也不行 對 真的 presidential不要 對 因為其實很多藥 你們應該有看到 藥袋上有寫吧 對 還是你們都沒有看到 等一下 我覺得你在嘲笑我們 原來是heres 老先生在嘲笑的 妳也是吃了1天3次 那種 有看到 不是 藥袋上面 都會寫一個禁語 那 sure 妳吃藥不能搭什麼 對啊 有的時候不能開車 然後有的是飯後 還有說不能跟牛奶一起喝 超幼稚啊 他都有寫一些 拿牛奶洗然後吃藥 妳覺得他都在寫一個開玩笑通話 沒看進去 我建議下次那些幾乳都要換成卡通的圖案 他們比較會看 我跟妳講以前我們早期 醫院都寫很小字 然後大家病人有時候就沒有看到 就會說是我們醫院寫太小 後來我們現在醫院就把它放大 然後我們家裡看就看到了 確實啦 確實有的朋友可能沒有 比較沒有注意到上面的一些這個 吃藥的注意警訊 這個其實真的很重要 那可是因為比如說 我們家裡面實在是 用藥的這些東西太多了 就是如果我們看完節目 或者是看一些書籍啊 長網路我們還是不太知道 那我們家的這些保健食品要怎麼用 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派到醫院去嗎 通常我們會第一個 如果它是有疾病的 比如說它有三高的 那我們一定會問它用藥 比如說有的人它是用阿斯匹林的 然後它又吃了魚油 又吃了銀杏 那當然它就會相抵觸啊 就是說如果今天它要動一個 比如說它要拔牙 或者是它要動一個大刀的話 那它那個是抑制凝血的 這個都是抑制凝血的 那你可能一直重複在吃這些 全部劑量加起來它就會引起 你就沒有辦法凝血 就影響到凝血功能的問題 對 那如果有一些它吃降血脂 比如說它Standling的藥這一種的話 它就不能跟紅麴一起吃 紅麴 紅麴它就不能跟 對 它就會讓那個所謂藥效變得很強 這樣子 是所謂真正紅麴 還是稍微一片 兩片的紅麴餅乾的那種 沒有 真正的紅麴的膠質 對 因為它那個濃度很高 如果只是食材的沒有太大影響 是 所以如果你真的搞不清楚 又不想來醫院的話 通常你知道 聚人就是自己很喜歡自己當藥師 對 沒有麻煩 我真的喜歡打 小站骨骼什麼 然後下午骨骼 又懶得去掛內容 你知道 大家很喜歡搞這種事情 對 如果真的不喜歡吃幾個 其實我都告他三點原則 一個就是真的是 負方低劑量比較安全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要跟藥物隔開大概 我們現在基本上都建議兩個小時 就是說以前是一個小時 可是因為怕說真的 有的人他會 互相反應 會真的反應到 所以就大概是兩個小時以後 所以就是你真的要吃藥丸之後 在兩個小時還吃保健食品 最後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還是建議啦 就是說真的不要太多種 就是兩種 就是大概兩種 就已經是一個極限了 真的兩種就是極限了 因為其實我們後來發現 雖然它是保健食品 可是因為它是濃縮的 所以它如果是量過多 它有可能會跳到藥品的 對 藥物的劑量 對 有時候會跳到藥物的劑量 所以其實這個是要特別注意的 所以在使用上面 一定要多多小心 對...而且怕會加... 它會有的叫你吃一片 你想說一片沒效 我吃個三片有沒有 而且想說我昨天忘了吃 今天忘了吃 補回來 它就會跳到藥物的劑量去 有可能 不過真的啦 如果說你對於這個 品品罐罐的話 不太清楚的話 減法健康書這本書裡面 會有寫嗎 對於我們的這個保健食品 補助食物有寫嗎 我這裡的建議就是說 你要小心的選擇 而且為了怕說 我們什麼大廠牌的問題的話 其實你輪流買的 對 而且不要像... 分散風險 對 分散風險 然後一次不要吃太多 好多醫生也是啊 你真的無法避免什麼毒澱粉 或毒什麼的事件 你就今天吃這家 明天吃那家 好消極喔 很散風險 對 而且同一種不要吃很久 萬一它真的有被汙染 不要一次吃很多 你真的是一次吃一種 然後或者牌子也要換一下這樣 對 要不然就真的 你知道嗎 每天以為自己在保健 結果呢 其實是每天都在傷害自己的身體 對... 那反而就得到好效果 那當然還要均衡的營養 就像營養師 蔬菜 水果 牛奶 這些都很均衡的涉及 其實那個是最簡單的 你就不用擔心 我會中毒或怎麼樣 不會吃太多了 然後還有運動 最簡單的事情 通常都是最難吃 知道喔 大家共人之類 好 那今天讓我們吃 再一次謝謝今天的四位來賓 謝謝 謝謝